你喜欢的up主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的特色 那如何寻找这个点呢 其实也不难对吧 我们就举三个圈 第一个圈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第二个圈是你会的东西 第三个圈是观众想看的东西 然后在那三个圈交接的那个点 这个点就是你的特色 此时此刻那么估计肯定会有人说 我其实什么也不会我能不能做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趣且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你缺的只是一个擅长去发现那个点的眼睛 话说回来 这个东西呢其实是需要你去碰的 各位可以多尝试几个不同你感兴趣的领域以及题材 看看哪个方向在数据上面表现更好 各位就可以根据数据好的那个方向再继续深耕更多的内容 这个过程有的人试一次就成了 有的人试了很多次都不成 这个东西呢各位只能慢慢的尝试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想 就是首先你是做什么的 例如说你可能是学生 你有可能是老师 医生 律师 出租车司机 其实你在B站上你会发现 大家的身份都是很多元化的 不代表你的这个东西小众就没人看 我觉得你的身份大概率就决定了你做内容的方向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看 你正在做的这个领域里面有没有什么空白的地方 对吧你去看看大家都在聊什么 然后你去看看哪些东西大家说的少或者说的不够 这个就是你可以切入的一个点 不要觉得在你的视角里面稀疏平常的东西在别人的生活里面也是那么常见的 那聊完这一点呢接下来是第三点就是如何制作一个好的视频 那我觉得一个好的视频呢一定要包含最基础的四要素 分别是故事的开始 故事的发展 故事的高潮和故事的结局 说人话就是你这个视频点有头有尾的哈 不能就是大家看了一半 呃没了 那这个视频拥有了这四要素之后呢 我觉得它也不能算是一个好的视频 我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视频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的基础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觉得你这个视频的观看体验将会非常的差 所以如何把你的视频从合格变成好呢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点了 各位在做视频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那就是你要明白你的观众想要看什么 例如说你点开了一个游戏实况的视频 那你点开之前你肯定期待这个视频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游玩的视频 对吧 假如说你点开了之后发现它变成了一个手机的评测 你肯定会觉得这个up主是不是脑的有点病 对吧 所以你要明白点进这个视频的观众想要看什么 然后并且把这个东西给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不然的话你大概率就是标题档了 在你满足了观众对你的需求之后呢 我觉得你的内容可以再延展一下 那这个内容上的延展呢 最后无外乎会落到两种不同的类型上 一种是新鲜感 一种是共鸣 所以你会在B站看到很多那种炫富的视频 开几千万的跑车 买几百万的表的视频 点击率非常的高 或者是那些吃播的视频 点击率也非常高 就是因为这种类型的视频呢 就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 很新鲜 那共鸣呢 一般都是情感上的共鸣 例如说去年最火的视频 二舅 例如说那些生活中美好小瞬间的魂俭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嘛 其实我个人一直认为影视飓风是 所有up主都值得学习的标杆 他们的视频非常的工整 例如说他们给观众提供新鲜感的视频是什么呢 用超高速摄影机拍摄魔术师的表演 这些都是给观众提供新鲜感的内容 而且他们这种视频呢 他们非常的明白 他们要给观众惊喜的感觉 所以他们在剪辑以及整个内容的策划上面呢 每一分钟都在想如何的去刺激观众的感官 让观众继续看下去 而影视飓风做的那些给观众提供共鸣和情绪价值的视频呢 其实他们做的非常的有章法 例如说他们之前收集粉丝的画 然后送到天上的那个视频 其实就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内容安排 最开始他花了一小段篇幅去跟大家讲 把这个东西送到天上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然后接下来进入这个故事的发展 就是他找了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们在找他们的朋友们 然后最后惊动了很多人去完成这个项目 制作这个设备 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呢 就是他们去发射这个设备 然后他们在高潮这个部分呢 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技巧 就是他们最开始先用一定的篇幅去描绘了 他们这个东西摇到天上掉下来了 然后之后再也找不到在哪了 而且一直跟观众突出他们的时间所剩不多 而且他们只剩下一台机器可以往天上飞了 让观众一直有一个低起来这个心的感觉 对吧 最后发现哇成功了太牛了 他有一个情感上面的宣泄 然后最后进入这个视频的结尾 其实这个视频是一个非常非常教科书级别的好的视频 各位如果真的想做这种类型视频 可以多看那个视频 看看他们在每一个阶段用了什么样的技巧 让观众继续看下去 当然了哈 这些技巧好用归好用 各位不要什么视频都用 我以前看到很多视频 就是什么去什么私人公馆吃个饭 哎 前半段是吃播 然后后面突然的升华到了 哎呦 那个跟他一起吃的那个 他的爸爸怎么怎么样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最后突然升华了一个小作文 突然莫名其妙产生了一个情绪共鸣的点 然后我就 啊 人和人的情感是没那么容易相通的 如果就是没有的话 就别硬夹了吧 如果你的视频这些点都能满足的话 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阿富主了 接下来你要考虑的是 如何无限进步了 就例如说周庚嘛 对吧 其实周庚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 就例如说我每个礼拜都要想办法拿出一个视频 让你们觉得有意思 我脑海里面有这个想法我就觉得压力山大 头发狂秃你知道吗 除了周庚以外呢 你还要想办法的去提升你的拍摄 你的剪辑水准 你要学会如何的去营销你自己 你要天天去研究 例如说B站这个平台现在的算法往哪走 例如说啊 B站接下来大的变动 B站接下来我听说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各位就是 我反正听到的版本让我觉得 不好说 朋友们很难评价 要学会不断的进化自己 而且当up主只是一个职业选项吧 对吧 例如说我一直以来都有在考虑要不要去加州去学如何拍电影 我一直在想这些都是人生嘛 很广很大 大家不要把当B站up主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 就是要学会持之以恒 其实我几乎没有碰见过那种上传了第一个视频就在网络上面爆红 然后在接下来发的每个视频大家都贼爱看的人 我真的生活中是从来没见到过的 相反的其实我认识的up主都是做了非常多年的视频 默默无闻 然后直到碰到了一个机遇 哎 他就火了 所以各位其实要这么想 就是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不是为了你现在怎么怎么样而做的 你要想的是将来那个机会降落到你的身上 你又没有办法把握住 所以呢 我还是希望各位想要做视频的话呢 就坚持下去 笑得最响的那个人不一定会赢到最后 但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一定赢马了 哈哈哈哈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其实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觉得还是蛮模糊的 很多的点没有跟大家细讲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大概的了解应该够了啊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里面聊一聊 你希望我接下来聊一些什么样的主题 而且我也不会只有我跟大家聊 我会请一些我认识的up主朋友们 跟大家一起聊聊你感兴趣的话题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开拍辣椒啊 可以的 今天我们的宵夜 酸豆角若摸意面 我们下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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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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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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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色看久了就感觉他挺可爱的 哦哦哦吃鱼肉 哇舌头那么长 朋友们再看一下 oh my god 好长的舌头啊 不可爱了朋友们不可爱了 吓人 这不是我吗 我们也合影了朋友们 这是平行世界的另外一个我 这个外星人怎么这么喜欢吃海鲜啊 不怕得痛风吗 不吃菜 只吃生鱼片 哇你真的会得痛风的兄弟 主题课也蛮好听的朋友们 还挺温馨的这个小片子 但这个跑的有点假 看完了短片 然后我在他们的制作公司的网站上 还看到了他们有正在制作的东西 根据这个底下这个文字描述 感觉应该是正经的那种就是背景故事的介绍 然后你们看这个封面 这个poster这个海报 把它再放大 加上一点点的特效 这不就是头像吗朋友们 我找到这张原图了 我刚刚还在想图到底在哪儿 找这点东西 找了我大概一整天的时间 当然这一整天我还有别的事情 我还有工作什么要做 不是我上班什么都不干 专门上来去找他了 你们看我善良的眼神 我拿我闲暇时间做的 无论如何 最后还是找到了这个角色 他名字bonobong 是一个韩国的IP 然后还蛮可爱的 但是他有没有手办呢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住在韩国的朋友 他说手办还没有售卖 也就是说 no 我们刚才想的那些 整股视频的方案 全部都不能执行 alright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点意思的话 一键三连一下 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yeah 家人们你们好 我重臣啊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吐槽一下 北京新开的环球影城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机会 我有幸在开业之前 提前进 北京的环球影城 体验了一下 我不得不说 那趟北京环球影城之旅 真的是顶级折磨 朋友们 我来给你们讲讲为什么 我第一个失望的点呢 就是 朋友们 这个是那个 环球影城的地图啊 朋友们 我刚进园拿到这个地图 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少了很多的项目 从这个刚进园区 就会路过的这个好莱坞区 我就当时就发出了一个疑惑 我想说这个好莱坞区 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说它小呢 是因为在别的环球影城里面 好莱坞区会给你一个置景 对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是一个街区 然后那个街区布置的 就像电影里一样 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你从这里面 从门口进来 直接就穿出去了 我根本就没看到有任何能够让你拍照片的地方 我真的很疑惑 好莱坞区去完了 全天就是给你买东西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 这个置景我在去之前 我以为他给我们一些不同年代的 我们国家的一些街景 让我们进去拍照留念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 蛮无语的 然后接下来我跟你说我 晋园区第二个大失望的点 就是侏罗巨园区少了两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我认为 我在环球影城玩到过最爽的项目 它的名字叫做飞天翼龙 飞天翼龙这个项目是一个过山车 你坐上去之后 人就这么坐着 然后就开始往前开了对吧 它不是 它的这个项目的主旨就是 模拟你在龙的背上面飞行的感觉 所以为了营造出这种感觉 你这么坐好 把你锁好了之后 你整个人给你吊起来 吊起来之后 这么横着把你送出去 你就真的像是坐在龙的背上在飞 而且这个项目非常的设死 因为我印象中 它的轨道是环绕着整个侏罗巨园区的 你只要在那逛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尖叫的人 从你头上飞过去 真的很搞笑 北京的环球影城没有 这个项目我之前只在大阪的环球影城做过一次 但是我这辈子都会记住那种感觉 真的太爽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北京的环球会没有 另外一个侏罗巨园区少的一个项目 是一个类似于激流泳进的项目 就是从高处帮你往水里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 这个项目我觉得还蛮常规的 接下来就是哈利波特园区 哈利波特园区也是缩水的蛮严重的 禁远区我就发现了 海格摩托车没有 这个是一个蛮新的项目 印象中是19年下半年才加入到 奥兰多环球影城的项目 已经没有引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不是一个特别难做的项目 它就是模拟了海格的电影里面 那个摩托车 它给你重置了出来 然后以过山车的形式让你爽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它还少了一个车站 我忘了那个车站的名字叫什么 好像叫九一四分之三 站台还是什么东西的 反正它是一个车站 就是你进了这个车站 你会坐一个小火车 穿越到另外一个园区去 这个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小园区里少的项目 整体大园区的项目 我跟你们讲 这也是我最希望的一个点 就是很多很好玩的项目都没有 例如之前我在别的园区里 玩到过的蜘蛛侠 Amazing Spider-Man 没有 我记得有一个 好像是木乃伊的项目也没有 速度与激情的项目也没有 然后我印象中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 鸟类包表演的也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 可能是行尸走肉还是什么 好像以僵尸为主题的一个项目 也没有 这只是我稍微回忆了一下 就没有的项目 然后接下来我继续去谈 另外一个我特别失望的点 那就是北京的环球影城 缺乏和中国本土IP联动的内容 大阪的环球影城 我印象中你们刚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区 就是做联动IP的区 每隔一段时间都换个IP 这些都是他们之前做过的IP 柯南 鲁邦三世 禁忌的巨人 美少女 哥斯拉 朋友们 而我们 只获得了一个 功夫熊猫 蛮阴间的朋友们 我虽然没有进去玩 但是我大概整个区域路过 瞅了一下 我愿称之为 以美国人的视角 去做中国的文化 然后再把它拿到中国 给中国人看的一个感觉 这感觉真的是 解死骂 朋友解死骂啊 我印象中 环球影城 有个非常代表性的食物 叫做火鸡腿 为什么它代表性呢 因为它大 我记得之前在加州的时候买过 那个鸡腿这么大一个 一个成年人 啃这么一个鸡腿 感觉一顿饭就饱了 然后呢 去环球影城 我看到别人拍的照片的 那个火鸡腿就这么大 啥意思 当然了 可能以上我这些吐槽 都是试运行才会碰点的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 好像环球影城会开二期和三期 所以可能未来的一年里面 它会把这些项目又陆陆续续的加进来 谁知道呢 I don't know 然后接下来我去吐槽 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离谱的东西 就是你进所有项目头的关系 要健康码 朋友们 我不是说防疫严格不好 但是我就是想说 我们在进园区之前 就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的报告 和绿色的健康码 和绿色的行程码 我们在进园的时候就已经提供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进每一个项目头都要我要 就刚开始都是觉得还行 但等到天色逐渐晚了 然后我的手机开始没有电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让我拿掏出手机 给你看个码 我就觉得特别的没有必要 难道我进去了之后 它突然变红了吗 那突然变红了 那不是我们大家一起都完蛋了 所以你 why 然后再一个人说一个 估计很多人都吐槽到了点 那就是人太多了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在哈利波特区 他们有个奥利凡德魔杖店 进那个店 你要排大队 可能排个45分钟队 进去买东西 而且更离谱的就是 你们知道环球影城 在园区外面 他还建了一个商业街 那个商业街里面的周边商 要排队一个小时才能进去 周边商店排队一个小时 我当时路过的时候 就觉得你们都疯了吗 这 然后我就要跟你说周边的事了 朋友们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买周边的人 朋友们 我家里随处可见环球影城买来的周边 但是朋友们 我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买 我不得不说 这些周边真的是太土了 我好不愿意进了那个周边商店 我差点就直接就走出去了 如果我不是排队进来的话 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用郑凯的字 去写北京环球影城 真的是 我不理解 但是你要问我东西买没买 我还是买了 给大家分享要买了啥 我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这个是一个是给朋友带的 我买的是一个黄色的小沙缸 上面写的是北京环球影城 我觉得小沙缸已经算是 在这一批贼丑的周边里面 唯一一个我能接受的了 你们猜这个东西价格多少钱 129人民币 我还买了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在别的地方应该也能买到 是一个相框 然后这中间放照片的地方 应该是拿玻璃挡的 然后摄影的地方是一个皮革材质的一个相框 你们猜这个东西多少钱 199人民币 买这个相框的原因呢 是因为是给杰森跟麦咪的礼物 但是这个你们先别告诉我 没送给他呢 我买一个相框加两个茶缸 总共花了我接近快500块 接下来给大家吐槽一下什么呢 那就是环球影城本身的设计问题 就是他这个园区太大了 你每一个项目都要走很远的路 而且你去排队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排队设计呢 是麦田怪圈 如果你们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来给你们播放一个VCR演示一下 哎朋友们 这个项目多少120分钟 哦 我们拍了半小时了 一直在走 怎么还没拍完呢 里面还有一个半小时 游戏都我们不想玩了 我们一上5分钟玩给你离一下 现在3点 3点是3点整啊 我们早上9点了6小时来这里玩两个项目 吃一顿饭 没完没了这个麦田怪圈 我真的晕了 今天一整天就在排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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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不会就是最后只剪进去这些玩的部分 让大家觉得我们没在排队啊 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 有一个小时呢 有一个小时吗 有一个小时吗 赶40分钟 我赶40分钟 半个小时 赶40分钟有了 我以为我们的麦田怪圈可以走完了 给大家看看 进来之后的样子 又是这个是真的麦田怪圈 这是个圈 我理解了一下 这个地方有四个大门 可能是从这个门进来 是另外一个门的麦田怪圈 再排一次 然后再进来 四个门的麦田怪圈 啊 合理 我理解 理解 好理解 朋友们 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小时 现在另外一个房间 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玩了 开始玩了吗 没有 朋友们 另外一个麦田 麦田怪圈 哈哈 哈哈哈哈 这第几个屋子 一二三 这是第四个屋子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欢迎 猪罗基世界大冒险 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它将一代能进入可能的世界 您和你的家人 即将在 华尔美帝的 不夭道 开始一场新潮 我的家人即将失去我了 猪罗基世界大冒险 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猪罗基世界 猪罗基世界 马马 第五个屋子 哎呦 到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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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真不容易啊 不算开始了 现在三点四个三 一个八小时 差不多 他必须巨牛逼吃吞 我知道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哈哈哈哈 自闭了 中国基世界的团队成员 会指引你到达出口 拉起腿部压杆 希望大家进入一场难忘的冒险之旅 祝你们在猪罗基世界拥有一段难忘的时光 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呢 其实是我们排队90分钟的一个精华 那你们知道我们排这个队的项目 总共我们玩了多久吗 6分钟 然后给你们推荐一个很冷门 但是非常好玩的项目 在好莱坞区 它的名字叫做灯光摄像开拍 是某幻老师的好朋友张一某 张一某和Steven Spielberger 一起做的一个项目 建议大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你们在第一排 就是跟人家说清楚啊 我想去第一排 然后在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是最爽的体验朋友们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我跟你们说的就是 这个项目不用排队 这个项目呢就是类似于 未来水世界的那种特技表演 但是是用电影的方式去给你呈现的 会有现场的一些比较刺激的 爆炸器什么的给你们看 very good 说了这么多 也骂了环球影城 骂了一整期视频的 你要问我还去不去环球影城呢 还是去的 朋友们 实不相瞒 我已经买了VIP票 准备去了 朋友们 我承认我就是超级大韭菜 但是还是那句话 环球影城真的值得你们去玩的 我跟你们吐槽这些 都是它一些设计上面 或者是安排上面的问题 但它的项目本身真的很耐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们上面有那么一点点用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好不好 点个关注也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朋友们886 拜拜 希望呢 今年的12月份 我每个礼拜都能更一个视频出来 所以听你们的好吧 我该不该拍 我也在犹豫 就是我怀疑这种类型的视频 应该是没有人看的 所以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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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呗 那咱们拍呗 朋友们 今天是周一 应该所有人知道我们周一 11点 开会 来晚的人 要 扣钱吧 连我都知道了 并不说很恐怖的事情 现在是10点42分 我距离被扣钱 只有一不止啊 美好的周一从我快要迟到开始 然后我的室友 正在不仅不办呢 你吃个橘子呗 朋友们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货刚才在公司区里面发了一张导航的截图 我们这附近路全是红的 他要迟到了 兄弟们现在10点42分 中国货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到公司 哎呀 今天又有红包收了 看多少钱 臭 你发了多少钱啊 兄弟 一块啊 我他妈只收了三块钱 我 我 这凭什么 39 来一 几三块钱 我凭什么 朋友们 我不是最惨的了 这个 只抽了一块五毛一 我心情好了 今天要交篇 然后今天突然发现有一个商单要做脚本 怎么样 我今天得要整一缸这个了 这个拍摄车 哇 这个真的有办法 这个就有办法 可以 能往这个拍摄 看一看 而且今天办公室来了一个不复制客朋友 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笑 我在笑空调的 总而言之就是 今天一条视频要讲 然后早上王汉哲来的一种 哎 我们有个商单 你今天给我一个方向 我好开心啊 哈哈哈哈 哦 你手 哇 我们这个甲方 我能手吗 我们这个甲方 他那个brief里面 就要求我们演嘎剧 嘎剧 哇好赛 当初是谁 当初我的面 嘲讽我 啊 是谁 啊 嘲讽我 什么年代呢 还得拍这种嘎剧啊 还坏了 回旋标 回旋标打自己身上了 回旋标打自己身上了 我们在上班突然收到了消息 啊 一号格没有 不忠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紧急情况 有没有人紧急情况 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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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这个不是景情啊 这个昨天已经发生过了 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今天又来 你做这种的伤口 不太整的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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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同样的事 还是不整骨我们的 天天让我们去厕所给他送植 哈哈哈 他会灯 就是在送花开的 所以我们在干嘛呢 朋友们 我们在打胶啊 因为我们这面墙 原先是用那种 这种粘纸一样的 砖块 装上去的 然后他时间久了就会掉 就是我们现在视频的那个背景呢 看起来像是毛坯房的感觉 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了 这种是真的砖吗 是叫做叫什么 叫什么 文化砖 文化砖 然后贴上这种玻璃胶 文化的 然后贴上去 看他会不会掉 如果再掉怎么办 再不会掉 再掉我头哥就 哈哈哈 我现在就给扣一了一块 哈哈哈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 打砖工人 两个两个打砖工人 打胶工人 打胶工人 然后这个是安砖装砖的人 然后我负责 往这上面放没有打胶的砖 我们我们真是teamwork teamwork 后来上班 一来公司发现 我的工位塌了 有份儿兄弟们 漏风 哈哈哈 痛苦 朋友们我这个座位 虽然全办公室最好的座位 谁都看不见我干嘛 但是夏天我这是最热的 冬天我这是最冷的 那么代价呢 那么代价呢 是的 逼成其重是吧 逼成其重 这个办公室有个很严重的设计问题 就是我们这么一大片区域 只放了一个空调 然后这个空调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首先它吹不到我那 对啊 就是让你坐地啊 哈哈哈 就是这么时间让你坐地啊 你不坐地怪谁了对吧 姑娘我也装了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夏天的时候天太热 它外面那个 外面那个空调外积它会罢工 所以它夏天 今年夏天40度 然后这空调又不工作 然后我们就在那40度 然后我那个地方又是太阳直射的区域 朋友们你们懂吗 就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啊 你们的事儿 烤猪 可是你妈的 你看他们都暖暖和和 我在这儿就穿个 穿个马甲在这儿 冻得要死 你看手都变身出来 啊 你看他们就在那儿打游戏 我手都冻僵了 游戏都打不了了 朋友们 你们都不可怜看我 当你这个穿 哈哈 超错 Welcome to Music Night 现在基本上 我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事情 无论是学习一下编曲啊 还是说学习一下 理论知识 我现在的状态就有点像当初 刚开始做视频那样 就是反正是没有不懂 就自己琢磨 自己打开软件 排个点开 听听看 好不好听 但是问题是朋友们 我觉得做音乐比做视频难好多 尤其是最近朋友们 我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朋友帮我做歌 然后每次去大家 我都觉得我是傻子 就是例如说最简单的对吧 他在键盘上按个音 我就唱不准 朋友们就例如说 例如说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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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唱不准 我可能刚才这个全都唱唱跑了 朋友们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觉得为啥 就看起来应该是蛮简单的事情 为啥我自己都不会呢 很痛苦朋友们 受到了一丝丝的挫折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 我应该是两两年前就跟你们说过 我有做音乐的意向 为什么我两年之间一点作品都没有问世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的要求还蛮高的 然后我自己就啥也不会 朋友们因为我是个业余爱好者 我没有那种合约要求 我一定要在某些时间内把东西交出来 所以我就会一直拖一直拖到 我觉得这个东西达到了我想要的水准 我才会烦 不然的话 其实朋友们 就写歌 其实我经过了解之后 发现比你想象中简单的非常多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好吧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让我拿下我最亲爱的小吉他 朋友们 我吉他弹的希腊 而且我这个吉他今天没有调音 所以你听个意思就得了 刚才已经有一个感觉了对吧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感觉里面就哼哼歌就可以了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主歌的旋律了吗对吧 这一首歌不能只有主歌的版 再想想副歌 副歌什么的 我们再想想 为啥我觉得这个 朋友们 我觉得我刚才哼哼的 有点有点像我之前听过的歌 当我想起来是什么歌了 我找什么歌了 我们永远永远回来 我们永远永远回来 你们刚刚见证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小心抄袭了Taylor Swift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脑中那个旋律删掉 我们重新再想一个副歌 好吧 而且刚才还理了一下 我们有多少东西没有想了 没有拍 而且刚才理了一下 我们有多 而且刚才理了一下 我们有三个 话说不定有点录录录 你以为你说得清楚吗 你以为 话说不定清多了 真的假的 我现在就把你之前的说次了 都给你找出来 我们有三个视频正在剪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七个视频在策划 有十六个在想 在策划中的想法 而且还有一些 我们已经忘了没记进去的 Wow amazing朋友们 然后我还有视频没剪完 本来说今天要剪完的 嗨 而且估计很多人很好奇 就是你们特别关心的那个 那个大伙 我们整理的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没想法呢 我一点点都没想 嗯 我会记得你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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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不知道歌词,这首歌叫什么名叫Wildest Dream 我没有影射或者是就是暗示任何人的意思 我只是想跟你们说在2022年 今天其实写歌比你想象中简单非常多 我的iPad那个酷乐队里面有二三十首demo 但是呢那些歌我都觉得不够好听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能好好花时间 把该学会的东西学会 然后再去把这个歌做出来 所以呢现在我每天晚上都会练习 不论是写歌还是说练习一下弹吉他 还是说练习一下音乐软件怎么使用 或者说学习一下新乐理 反正就是每天晚上都给自己找事情干 就是我觉得很快乐 有种重新回到了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的感觉 就是一切都很新一切都很新奇 哪怕我做的不好 我现在也尽量不去多想 就是先做了再说 好朋友们最近在想一首圣诞节的歌 但是就是没有特别好的想法 也没有特别好的歌词 哦这样你们可以在那个弹幕里面 或者在评论里面写一些关于圣诞节的歌词 好吧就你们自己原创的哈 如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呢 我就把它写进歌里面 我想我那天想的歌旋律选过来的 我先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的旋律 我也不太记得了 我点查一下 欢迎把你们的课词跟那个什么 什么发的评论和弹幕里面好吧 我们要是真能一词写出来一首圣诞节的歌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他妈的孙儿不说了懂了吧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 他已经第三天了这个礼拜 周一周二周三天天中午去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厕所里面没有纸 他让我们给他送纸去 他又没有纸啊 又没有纸啊 又没有纸啊 我这帮子都没拿好玩呢 我给他送我给他送 给你去了 这是给你了 拍下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在哪儿 进厕所 南厕所进去的时候 左边一号坑位 敲门 知道吧 暗厕所进去的时候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吃了 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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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不给他送 会怎么样 他就一直在那儿蹲着 真的很奇怪 我们 第一个 第一个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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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哈哈哈哈 我剪不下去了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要出来了 什么意思 都给你删了 删了删了删了 我为什么长这样 我什么时候 这什么时候的素材啊 哎 这什么时候素材啊 呃 苏杰赛那个时候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那天 解说过来了 两点 你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 你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谁搞的 送给你了 你也有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啥 这是什么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 全是王安泽拍的 这个人 现在就差我俩没有被贴了 I'm gay 这什么 什么 什么 come out pikachu I'm gay I'm gay 我能给我打电话 哦 我能给我打电话 喂 喂 喂 哎 哎 哎 你说 啥 听不清 听不清 哎 说说说 下巴喽 哎 你们好 你们好安静啊 没有人复合我 有点折控了 愉快的一周过去了朋友们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临下巴车的时候突然接着电话 哎呀 你刚刚写的那个办呢 甲方说里面有几个点要改一下 然后我看了一下要改的点 基本上去重写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好开心啊张哥 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anyway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发生的什么事情了 你又开始说 love 了 关你什么事 关我你自己 呵呵呵呵 就这样吧 我们下个礼拜一天 拜拜 家人们你们好 我重臣啊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吐槽一下 北京新开的环球影城 实际是这个样子的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机会 我有幸在开业之前提前进 北京的环球影城 体验了一下 我不得不说那趟 北京环球影城之旅 真的是顶级折磨 朋友们 我来给你们讲讲为什么 我第一个失望的点呢 就是 朋友们 这个是那个环球影城的地图啊 朋友们 我刚进园拿到这个地图 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它少了很多的项目 从这个刚进园区 就会路过的这个好莱坞区 我就当时就发出了一个疑惑 我想说这个好莱坞区 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说它小呢 是因为在别的环球影城里面 好莱坞区会给你一个置景 对就是你进去的时候是一个街区 然后这个街区布置的就像电影里一样 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你从这里面从门口进来 直接就穿出去了 我根本就没看到有任何能够让你拍照片的地方 我真的很疑惑 好莱坞去玩的圈圈就是给你买东西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这个置景我在去之前 我以为他给我们一些不同年代的我们国家的一些街景 让我们进去拍照留念 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 蛮无语的 然后接下来我跟你说 我进园区第二个大失望的点 就是侏罗巨园区少了两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我认为 我在环球影城玩到过最爽的项目 它的名字叫做飞天翼龙 飞天翼龙这个项目是一个过山车 为什么我说它好呢 就是因为正常过山车你坐上去之后 人就这么坐着 然后就开始往前开了 对吧 它不是 它的这个项目的主旨就是 模拟你在龙的背上面飞行的感觉 所以为了营造出这种感觉 你这么坐好 把你锁好了之后呢 你整个人给你吊起来 吊起来之后 这么横着把你送出去 你就真的像是坐在龙的背上在飞 而且这个项目非常的设死 因为我印象中 它的轨道是环绕着整个侏罗巨园区的 你只要在那逛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尖叫的人 从头上飞过去 真的很搞笑 北京的环球影城没有 这个项目我之前只在大阪的环球影城 做过一次 但是我这辈子都会记住那种感觉 真的太爽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北京的环球会没有 另外一个侏罗巨园区少的一个项目 是一个类似于激流泳进的项目 就是从高处帮你往水里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 这个项目我觉得还蛮常规的 接下来就是哈利波特园区 旁边哈利波特园区也是缩水的蛮严重的 进园区我就发现了 海格摩托车没有 这个是一个蛮新的项目 印象中是19年下半年才加入到 奥兰多环球影城的项目 北京没有引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不是一个特别难做的项目 它就是模拟了海格的电影里面的摩托车 它给你重置了出来 然后以过山车的形式让你爽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它还少了一个车站 我忘了那个车站的名字叫什么 好像叫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还是什么东西的 反正它是一个车站 就是你进了这个车站 你会坐一个小火车 穿越到另外一个园区去 这个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小园区里少的项目 整体大园区的项目 我跟你们讲 这也是我最希望的一个点 就是很多很好玩项目都没有 例如之前我在别的园区里玩到过的 蜘蛛侠 amazing spiderman 没有 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木乃伊 的项目也没有 速度与激情的项目也没有 然后我印象中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鸟类包 表演的也没有 然后还有一个 可能是行尸走肉还是什么 以僵尸为主题的一个项目 也没有 这只是我稍微回忆了一下 就没有的项目 然后接下来我继续去谈 另外一个我特别失望的点 那就是北京的环球影城 缺乏和中国本土IP联动的内容 大阪的环球影城 我印象中你们刚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区 就是做联动IP的区 每隔一段时间都换个IP 这些都是他们之前做过的IP 柯南 鲁邦三世 禁忌的巨人 美少女 哥斯拉 朋友们 而我们只获得了一个 功夫熊毛 蛮阴间的朋友们 我虽然没有进去玩 但是我大概整个区域路过 丑了一下 我愿称之为 以美国人的视角 去做中国的文化 然后再把它拿到中国 给中国人看的一个感觉 这感觉真的是 解死骂 朋友 解死骂 我印象中 环球影城有个非常代表性的食物 叫做火鸡腿 为什么它代表性 因为它大 我记得之前在加州的时候买过 鸡腿这么大一个 一个成年人 啃这么一个鸡腿 感觉一顿饭就饱了 然后去环球影城 我看到别人拍的照片的火鸡腿 就这么大 啥意思 当然了可能以上我这些吐槽 都是试运型才会碰见的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 好像环球影城会开二期和三期 所以可能未来的一年里面 它会把这些项目又陆陆续续的加进来 谁知道呢 I don't know 然后接下来我去吐槽 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离谱的东西 就是你进所有项目头的关键 要健康码 朋友们我不是说防疫严格不好 但是我就是想说 我们在进园区之前 就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的报告 和绿色的健康码 和绿色的行程码 我们在进园区已经提供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进每一个项目头都要我要 就刚开始都是觉得还行 但等到天色逐渐晚了 然后我的手机开始没有电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让我拿掏出手机 给你看个码 我就觉得特别的没有必要 难道我进去了之后 它突然变红了吗 那突然变红了 那不是我们大家一起都完蛋了 所以你 Why 然后再一个刚才说一个 估计很多人都吐槽到了点 那就是人太多了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在哈利波特区 他们有个奥利凡德魔杖店 进那个店 你要排大队 可能排个45分钟的队 进去买东西 而且更离谱的就是 你们知道环球影城 在园区外面 它还建了一个商业街 那个商业街里面的周边商店 要排队一个小时才能进去 周边商店排队一个小时 我当时路过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们都疯了吗 然后我就要跟你们说周边的事了 朋友们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买周边的人 朋友们 我家里随处可见环球影城买来的周边 但是朋友们 我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买 我不得不说 这些周边真的是太土了 我好不容易进了那个周边商店 我差点就直接就走出去了 如果我不是排队进来的话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用郑凯的字去写北京环球影城 真的是 我不理解 但是你要问我东西买没买 我还是买了 给大家分享要买了啥 我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这个是一个是给朋友带的 我买的是一个黄色的小茶缸 上面写的是北京环球影城 我觉得小茶缸已经算是 在这一批贼丑的周边里面 唯一一个我能接受的了 你们猜这个东西价格多少钱 129人民币 我还买了一个东西 但这个东西在别的地方应该也能买到 是一个相框 然后这中间放照片的地方应该是拿玻璃挡的 剩下的地方是一个皮革材质的一个相框 你们猜这个东西多少钱 199人民币 买这个相框的原因是因为是给杰森跟卖咪的礼物 但是这个你们先别告诉我 没送给他呢 我买一个相框加两个茶缸 总共花了我接近块500块 接下来给大家吐槽一下什么呢 那就是环球影城本身的设计问题 就是它这个园区太大了 你每一个项目都要走很远的路 而且你去排队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排队设计呢 是麦田怪圈 如果你们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来给你们播放一个VCR演示一下 哎朋友们 这个项目多长120分钟 哦 我们拍了半小时了一直在走 怎么外面还没拍完呢 里面还有一个半小时 游戏都我们拍完了 我们一上五朋友们给你理一下 现在三点 三点是三点整啊 我们早上九点来六个小时来这里 玩两个项目 吃一顿饭 哦 没完没了这个麦田怪圈 我真的暈了 哦哦 今天一整天就在排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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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就是最后 只剪进去这些玩的部分 让大家觉得我们没在排队呀 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 有一个小时了 有一个小时吗 赶40分钟 半个小时赶40分钟有了 我以为我们的麦田怪圈是走完了 给大家看看进来的之后的样子 又是 这个是真的麦田怪圈 这是个圈 我理解了一下 这个地方有四个大门 我们是从这个门进来 另外一个门的麦田怪圈 再拍一次 然后再进来 这样的东西 合理 理解好理解 朋友们 我们刚刚在外面站了一个小时 现在另外一个房间 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玩了 开始玩了吗 没有 朋友们 另外一个麦田怪圈 哈哈 这第几个屋子 一二三 这第四个屋子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你 这世界大冒险 是前走未有的主任 它将一代人进入可能的世界 您和你的家人 即将在美丽的目标岛 开始一场新潮 我的家人即将失去我了 诸罗锦 必须一套 能力信的价格是新潮 诸罗锦是新潮 诸罗锦是新潮 凡凡 第五个屋子 哎呦 到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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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必须一套 真不容易啊 部分开始的 现在三点四个三 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了 它必须巨牛逼吃吞 我真的 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哈哈哈哈 自闭了 国际世界的团队成员 会只要到达出口 拉起腿部压杆 希望大家 千日一场难忘的冒险之旅 祝你们在 诸国际世界 拥有一段 难忘的时光 刚才你们看到的这个片段呢 其实是我们排队90分钟的一个精华 那你们知道我们排这个队的项目 总共我们玩了多久吗 6分钟 然后给你们推荐一个很冷门 但是非常好玩的项目 在好莱坞区 它的名字叫做灯光摄像开拍 是某幻老师的好朋友张一某 张一某和Steven Spielberger 一起做的一个项目 建议大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你们在第一排 就是跟人家说清楚啊 我想去第一排 然后在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是最爽的体验朋友们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我跟你们说的就是 这个项目不用排队 这个项目呢 就是类似于 未来水世界那种特技表演 但是是用电影的方式 去给你呈现的 会有现场那些比较刺激的 爆炸器什么的给你们看 very good 说了这么多 也骂了环境影城 骂了一整期视频的 你要问我还去不去 环境影城呢 还是去的 朋友们 实不相瞒 我已经买了 VIP票 准备去了 朋友们 我承认我就是超级大韭菜 但是还是那句话 环境影城真的值得你们去玩的 我给你们吐槽 这些都是他 一些设计上面 或者是安排上面的问题 但他的项目本身 真的很耐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那种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们上面 有那么一点点用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好不好 点个关注也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朋友们886 拜拜 给你们看看 现在别人来我家 我都怎么办 干嘛呢 他没有羊 你妈 我干嘛你 又是周一朋友们 你可以看到我身后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都不来上班了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上班 我开玩笑的朋友们 今天其实是非常烦帮的一天 现在已经下午三四年功了 我才想起来拿相机拍东西 还记得上一期视频 我说今天早上突然往下 你让我做一个商单的方向 那是上个礼拜三 然后今天是周一 这个视频要周四上线 基本上我们要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内 把这个视频从脚本到拍摄到制作前面都完成 但是还好了 我们周六加班了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都拍完了 现在我们去拍最后一场的戏 我先把这个脚本拿到我们这个办公楼的楼顶上去 让我们刷一场天台的戏 我来了 我来了 一层楼梯装什么呢 好冷啊 我闻到了好香的香味 我来了 来两勺 排队排队 什么意思 排队排队 什么意思 排队 扫码 先扫码 排队 你干嘛 你干嘛 我是纪律委员 太吓人了 张哥你这个看起来 你这个面已经妥妥了 怎么可能妥妥 这面看起来已经妥妥了 哇里面怎么还有虾仁啊 虾仁 虾仁 哇 折磨我 好吃的 你们针对我 有有有单桶的一桶 你要吃吗 最胖 最胖 这里还有 里面放了蔬菜包 我不吃蔬菜包 蔬菜都不吃 我对蔬菜过敏 你死吧 你死吧 哈哈哈 朋友们 现在下午四点钟 我临时回了家 因为 感觉不太妙 比较害怕 所以 叫了一点药 方们 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连温度计 都是现场买的 好 好 静后加音 发出四次较慢的B声后 仍继续再测5分钟左右 36度 I'm fine guys 我没有得情况 我只是单纯的身体不好 耶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回家还要拿个东西 因为昨天晚上他们跟我说要拿 然后我忘拿了 那就是 当当 哎呀我的营运牌 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特斯拉钥匙 啊 隔壁才买特斯拉 你看看我 我早就有特斯拉钥匙了 朋友们 哈哈哈哈 其实是因为今年拍农村那个视频的时候呢 我们先去开他的车开了一下井 然后就拿了车钥匙 然后这个车钥匙就一直放在我们这 他就没找我们要 所以 然后今天刚好把这个车钥匙带过去还给他 其实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了 然后给忘了 所以 好 我跟你玩 你说不算 好 我跟你玩 你说不算 我不会说 笑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有表情 你别站在这儿了 你别站在这儿 你直接章钥匙 章钥匙 饿了吃小零食 哈哈哈哈 吃小零食 哈哈哈哈 吃一口吃 吃一口吃 做错了那个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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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就别上级啊 被跑的速度 就通骨拉面 看 有点切头 有点切头 朋友们 我们这个新视频呢 其实是需要自己给自己配音的 所以我现在要给自己配音的 但是我只有一句话 哎 因为我太不会演了 导演没给我分细分 哇 他这个耳机好窄啊 假耳朵 朋友 老板 你是了解我的 如果 老板 你是了解我的 如果是我出手的话 甲方绝对不会 老板 老板 你是了解我的 如果是我出手的话 甲方一定不会过来问我 哇 你记得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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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我 甲方 不可能再回来问我 好的 我会了 老板 你是了解 哎呀 西班 西班 来呀 Tada Music Time 上个礼拜呢 很多朋友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 谢谢你们 然后我也想回答一些朋友们的问题 首先我看到有一个朋友问我 为什么我吉他扫弦只会下一个 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你 就是因为我不太会弹吉他朋友们 我的左右手不能分开做自己的事情 假如说我的左手在弹和弦 我的右手在弹和弦 我的右手在弹和弦 我的最简单的方式 不然的话我会反过来 而且旁门吉他有个概念叫做大横弯 什么叫大横弯呢 就是你的一只手指这样的摁住一个平 然后你去接下来去摁后面的东西 比如说我这个弹这个啥 这个是Bm7 这个我觉得弹不明白旁门 弹不明白 真的很来说旁门 想努力练 但是就是 确实周边也 我也没去找老师 像这种就是技巧型的东西 我自己也琢磨不太明白 就有的时候只能去问一些朋友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人家 你知道吧 就是人家也有自己的事情 我只能偶尔有个问题问 我怎么能天天缠着人问 哎 兄弟 Fsharp怎么问 Fsharp好像是要横跨四个屏 这么N的 Fsharp怎么N 我怎么不会啊 多不好啊 同理可证 其他的一些乐器我也到舞台会 例如说钢琴 我就 嗯明白 哈哈哈 然后我现在对能把这首歌做好的信心 就直线 直线往下走 给大家听一听一个demo吧 朋友们 在整个mix里面打开这个感觉 所以呢朋友们 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想法 哎呀 这是笔子你的脸买的吗 这个东西我等了它发货 等了一个半月才送到我家 真的很奇怪 换个键盘朋友们 哈哈哈哈 为什么换这个键盘呢 朋友们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全尺寸的键盘 我现在用的这个键盘 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键 啊 谢谢啊 送送送人的礼物怎么办 你们盛加成的员工吧 来我们这干嘛 朋友们盛加成员工 正式来我们这入职了 朋友们 入职第一天 所以呢朋友们 我现在桌面上就是雷蛇三键套 keyboard mouse 鼠标垫 也是送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音响四键套 朋友们 但是呢这个键盘 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有限的 如果它是无限的 就好了 雷蛇的朋友们 就是 圣诞节快到了 还想收个圣诞礼物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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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的辣椒味 哇哦 这是什么 小炒牛肉 这是啥呀 这是啥呀 大排 大排这个呢 这个是上堂娃娃菜 哦 然后呢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只有两个男人住的单身公寓呢 还有两只猫猫 给你介绍一下 这只猫猫叫做狙狙 这只很可爱 朋友们 这是贱人就给摸的 朋友们就是一点精致都没有 然后还有一只我们叫做咪咪 拿招呼 拿招呼 这只猫就不给大家多介绍了 我跟这只猫关系不太好 就是这只猫 在我新买的书上面吐了 然后还在我 我买的包包上面尿了 然后好像还尿到了我其他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上面 所以我现在跟他就是有一个私人的仇恨在的 就是哪天等他不在家我就 我就复仇恨了 哈哈哈 然后呢狙狙绝育了 咪咪没有绝育 所以咪咪时不时就会进入 发情模式 每当咪咪发情的时候 他就到我们家这个大阳台 朋友们 很大很大的阳台哦 朋友们 咪咪发情了之后 会撅着屁股在的那个 那个那个大阳台上面 对着外面的野猫狂叫 朋友们 就是做猫 你也要守一些责任感吧 咱不能这样吧 他对着工猫狂叫 他对着工猫狂叫 而且他会打GG 而且他一叫我们 就能看到我们小区里面的那些野猫 出现在我们家楼下了 哈哈哈 我跟你讲 有外面的工猫 看到了 看上了你家的黄花大闺女 你小心点 然后呢 纪念今天的这个家庭 家庭晚餐之夜 我找了特别下饭的电视剧 讲连环杀手的朋友们这个剧 最近特别火 最近特别火 哇哦 Holy shit 这假饭 这什么剧啊 这什么剧啊 Oh my god Oh my god 你还吃得下去吗 加大力度 啊 加大力度 哈哈哈 朋友们我尝尝 这个牛腩好好吃 哎呀谢谢老板送的特斯拉 我这就开走了 好的好的 那我拿走了 不客气 我拿走了 我拿走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走吧 我会摘你一次的好吧 给你一次摘你的机会 小潮跟我们差远了 老板送车 我是员工送别人车 哈哈哈 这个员工当老板的觉悟 哈哈哈 嘿大家 我现在已经很晚了 朋友们我现在 就是突然 然后还立即 然后有一些事情 想跟你们说 然后我刚好疼在床上 然后我又拦得起来了 所以你们就 忍一下好吧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 哎 最近这一到两个礼拜 有一种 很奇怪的感觉 真的很神奇 朋友们每一天 我跟朋友们聊的话题 都是你养了没有 哎 我还没养 怎么还没轮到我呀 我家里七大姑八大姨 都养养三圈了 然后我这朋友啊 住在什么北 五湖四海北京上海 都已经养了好几遍了 怎么到我这 我还没养呢 什么时候到我呢 那我到底要不要养呢 朋友们 当然这得病不好 你知道吧 但你又知道你躲不过去 就是你又没有办法选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的存在 我这身体上的一切的感觉都被放大了 你知道吧 就像我今天吃东西 不小心卡嗓子里面了咳嗽了两声 我就开始在想 我不会吧 就是以我们往常的生活经验来讲 我们肯定是希望不要得病 对吧 但我现在就感觉我周围所有的朋友们 包括我在内都有一种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过来了的一种感觉 正在看视频的你 如果你已经得了新冠呢 祝你早日康复 如果你没得的话 记得保护好自己 虽然朋友们 我认为这个东西 大概率我们应该是 要先来一次了 所以做好准备 朋友们我都想好了 如果我得了新冠 我要趁这段嗅觉消失的时间 我要狂吃那些我吃不了的东西 什么辣的呀 什么螺蛳粉啊 什么这些那个 就是因为以前 想都不想吃的东西 我现在一定要往我嘴里塞 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 可以吃他们的机会了 我要把握住 感觉你们要发弹幕了 查询红尘滚滚的精神状态 朋友们我的精神状态真挺好的 就除了不好的地方以外 都挺好的 再见再见再见 再不要来我家了 拜拜拜拜 哎家人们 在你们看这期视频之前 要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视频是前段时间拍的啊 所以我里面穿了一些 别的品牌的衣服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了 这个确实之前拍的 然后我全程都穿这些衣服 我真的懒得打满了 你们看到就假装没看到 好吧 接下来是这个视频的正片 Peace out guys 家人们 本期是vlog 耶 我已经想不起来 有多久没有录vlog了啊 所以我还是挺兴奋的 但是本期视频应该挺无聊的 因为我将会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如果你们不想看的话 赶紧先留个三连 然后赶紧关掉这个视频 好吧 我等你 好 好了 现在留下来的应该是想听我 想抱怨什么的了 好吧 家人们 我给你们好好讲讲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要搬家了 为什么要搬家呢 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到期了 然后我们不太想续租了 所以我们要搬家 不续租的原因有很多啊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区 很少有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会住在这儿 都是一些大爷大妈们哦 他们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呢 那就是年龄偏高 这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隔三差五 你就能听到外面有人在吹索呐 你在晚上倒垃圾的时候 转角就会碰到花圈布满的灵堂 有一说一 有点恐怖 所以这应该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背景了 等我搬了新家背景就又要变了 我是不是从搬过来之后 我还没有好好给你们介绍过我这个背景里面都有啥啊 这些都是历年的一些珍藏啊 你看这里买了当年买的一些黑胶 现在因为没地儿放就侧着放的了 还有买的更多的唱片啊书啊什么的 跟你们简单的说一下我的策略吧 就是我准备分两步骤把家搬完 今天搬一批明天再搬一批 你要问我为什么分两批搬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因为今天晚上有个掐饭视频要上线啊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甲方还没有说这个视频通没通过 没有错朋友们 就是你做掐饭视频 你要发给甲方看 他们觉得OK了满意了你才能传 也就是说他们只要意识没答应 他们就有可能随时就要改 如果要改的话 我就要随时在电脑旁边待命 改他们想要改的东西 所以说今天我不能把我的电脑什么设备 全部都搬到另外一个家里去 但是我可以把剩下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都搬了 哎呀 我已经累了 朋友们 我还没有开始收拾东西呢 我已经累了 说了两句话就累了 朋友们 这应该是我拍Vlog 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公开我的衣柜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很震惊 诶 红层竟然有衣柜 你不应该只有一件衣服吗 因为你从来不换 事实情况是 我有很多衣服 但是我从来不穿 买回来就没穿过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毛病 我买完一件衣服之后 我就可能一件衣服穿 穿到衣服裂开之后换下一件 然后在此之间买的一切衣服 我都不怎么穿 朋友们这件衣服应该有点年头了 我应该是来上海第一年第二年就有了 到现在还在我的衣柜里面 哎 你们看朋友们 你们看这衣服 这黄色衣服 估计你们都没见过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了 一次都没穿 我就扔在衣柜里了 然后我还每次走纳闷 哎 我挣的钱哪儿去了 你说都去哪儿了 王红城 啊 好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衣服 雕牌都没摘 这应该是18年一学联盟 周际邀请赛的工作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 我会给自己搞了一件 这4AM一代目阵容的全体签名的队服 我以为这些衣服都丢了呢 在这呢 这是PAI19年 在那个蓝洞在那个 澳门做的一场比赛 就是当时全部中国队队员的签名的衣服 这是啥呀 这个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这个是 世纪这个项目 中国队应该是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的 时候 那个当时全体在德国的选手们一起全队签名的衣服 这是啥呀 这是RNG 这也是应该也是18年RNG全队签名的队服 然后衣服我都以为丢了 原来被我塞这个小包包里了 很久以前去看过的一个话剧的票根 朋友们看时间2017年 哥们儿晕了 我已经三年没有去韩国了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来自韩国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包装纸 至少在我的包里待了三年 我没有拿出去扔过 前两天过外送了我一件他淘宝店里的衣服 长这个样子 我没有说他不好看啊 朋友们 就是 你刚才你能想象吗 我穿这个衣服 他这个领口是这个样子的 你知道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脖子的人 他还把我仅有的脖子全给围上了 这衣服 已经被我封印了 朋友们你看工作在召唤 OK今天要运走的量差不多就这些了 你们肯定要问 这边的衣服是你刚才打包的 这些手办根本就没出现在你的屋子里面 你从哪里拿出来的呢 告诉你们个秘密 这一箱手办 是我上一次搬家的时候就装好的 搬到我家了之后放到我的屋子里面 我就从来没有把它拿出来过 所以一年前他什么样子 一年后我把它继续运到了新家 你们肯定要问 这是人干的事吗 没有错这是人干的事 因为我刚刚干了 我现在准备较辆车 把这些东西都运到新家 感觉我车较大了呀 剩了这么多空间呢 但我确实收拾不出来什么东西了 哥们儿累了 我的脸是真低黑的 所以现在形成这个样子的 第一批东西送到了 然后对 我要趁明天把所有家机都送来之前 把我工作的地方的地毯给铺了 因为明天家具装好了之后再放地毯有点寒 所以今天先把地毯放了 但是我已经累了 你可能要问 你今天什么事都没干 你怎么就 我的脸怎么是紫的 你肯定要问 你今天什么事都没干 你怎么就累了呢 兄弟们我告诉你 当你达到了一定岁数之后 你每天能干活的时间 就有精力的时间 就这么一点点 所以每天要拿那一点点 有精力的时间去做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今天拿来用它搬家了 所以我现在没什么力气去铺地毯 因为我那个地毯要一块一块铺 还要拿胶毡上 那这时候你一定要问 明天你不搬不就得了 你后天搬不就行了吗 今天回去休息 明天就过来搬 家人们明天是我那个房子的最后一天 如果明天再不把东西搬出去 房东要把我的东西都扔出去了 所以你一定要问 那你为什么把事情都拖到最后一天才办呢 Good question 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应该能懂我接下来说这句话的意思 那就是很多时候事情是成批一起来的 它不是一件一件发生的 例如我这几天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被排到了一起 我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 然后后面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就回到了我刚开始提到的话题 人的经历 就这么一点点 我每天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就没有精力再去做别的事了 因为我不想提前把东西搬了 另外一个问题 一不小心又买了一大堆破烂 所以接下来来一个unboxing 这个是电脑桌上面的显示器支架 电热纹箱叶 这是一个桌面灯架 买零食 零糖椰汁 爆汁捞饭 实话实话实话碰 东西没开完 这还有一批东西没拆 但是我已经累了 给你们看看我拆完之后的垃圾堆 先去扔个垃圾吧 看不下去了好吗 不是扔你们啊 我说去扔我家的垃圾啊 跟你 你们扇是安全的啊 哈哈哈哈 看玩笑了 别当着开玩笑了 兄弟们 耶 哈哈哈哈 家人们 这个就是我弄的地毯 它是一块一块来的 然后中间需要拿这样的胶带 把它贴到一起 我们现在从第一个摊 第一块开始 好吧 每20块给你们更新一下 好 呃 家人们两排了 弄两排了 家人们 后面三排也搞定了 哎 什么样的 哈哈 你好像很遗憾的样子的 这个还是可以替你解决的 算了 耶 解决一个问题 吃饭 饭 家人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晚餐啊 记得双击666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没有正式介绍 恭喜吃饭的这个人 叫做港单老师 其实他叫港果 但我管他叫港单 欢迎你们一管的港单好吧 他是谁呢 他是关系户 给大家先说一下啊 他跟王翰哲是发小 已经从他这儿得知了非常多的 中国贵的黑历史啊 就是以后他要帮我开了 我就把这些都 这些资料全部都抖出去 哈哈哈哈 他为什么叫大鸡楼 嗯 绝对不可能是那会儿什么 鸡楼这词上火 相信没啥 可能他 最绝望的是刚刚收到的消息加尔本 我 那个等待甲方批准的视频 我还要再改一遍 我也就是说 我现在差不多就回家改视频 然后赶紧发出去 哥们人晕了 oh my god 人们都说一日之鸡再于晨 大家早上是人的一天中 精力最旺盛的时候 那是你年轻的时候 好吧 家人们我买了一个这个 据说喷到头发上 可以让你的头发看起来 像是洗过一样 虽然说你没有洗 我完全不知道我能用 所以我就乱用 看起来好点是吧 家人们你们知道 你睡了一觉一笑之后 你的头发就全部都起飞了之后 怎么把它压下去吗 哎呦 我们坐下来谈 那你可能发现了 这个视频的画质变低了 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把我的相机也忘在了新家 忘拿回来了 所以我只能用我的备用的相机来拍 没有错 朋友们我就是这么活着的 成天就是丢三拉四 没谁了 我昨天已经收拾了三大箱衣服 为什么我今天还有衣服没收拾完 哇塞 继续跟大家讲讲我买回来 从来没用过的东西 防晒霜 时尚达人跟我说 防晒霜必须还挺重要的 平时出口门要抹 买回来只抹过一次 这个是我看直播买的 这个是什么 据说可以生发的 你看可以促进 头发活力润泽并强韧发丝 买回来没用过 留头皮生发液 这也是生发产品 买回来你看看 用过啊 这个是用过的 大概用了一点点 然后就是今天的总佛系了 我把我的架子上的东西都收起来了 我的工作证们更多的书 更多更多的书 还有书 接下来是CDR CDR 来来来把这个放进去 不规则的唱片放在最上面 WINOS 我的WINOS WINOS不太好放感觉 也可以放 也不是不行 洗发洗发 哇塞 差不多东西就收的差不多了 房间真的被清空了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见 我在这个无字录视频了 家人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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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再见 窗外的风景 再见 空调虽然这个空调巨难用 再见 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 没有错 这个视频是今天早上10点开始拍的 为什么到9点半 我甚至还没有把东西 从我家里运走呢 我以为霍兰拉就像滴滴一样 随叫随到 一个订单翻下去之后 不到10分钟 三个大汉再加一个大卡车 到你家楼下把你东西搬走 但是并不是这个样子 搬家的师傅 以及搬家的车都是有限的 我要等他们把时间都排完了之后 才能轮到我 因为我没有预约 谁能想到这玩意竟然还要预约 这不是废话 别把我剪进去啊 哎呦 70万粉呢 大不浊 你给我放尊重你 给他看一下 翁也好 这个后面的老婆已经褪色了 然后他就把他扔在这了 呵 男人 接我的这个师傅呢 我运定7点半 接我的师傅我打电话说 我干不到啊 没办法按时到啊 我奶奶几点 他跟我说8点半 然后我 但没办法 人家确实离我变远 只要是师傅从浦东开过来 我没想到 兄弟们 就吃一仙长一智啊 快搬东西 咱们就我就先溜了 我奶奶还在等你全搬完啊 他妈的11点 我回去我自己那边还没收拾完呢 这个人好凶好凶的 哎你的电脑电视机都在这个车里了 你嫌弃干嘛 还要单独呢 这边要跟你一起拿 对啊一起拿走 他们的空间很大 其实根本不需要我过来我发现 好像是这样子的 把你骗过来了 哈哈哈哈 其实翁也好 早在几天前就把东西都搬完了 为什么他今天过来了呢 又给他电话说 哎也好 我电脑放你车上 你帮我拉走行不行 结果 结果刚才师傅就直接把我电脑全搬走了 很自然 家人们 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了 终于搬完了 给你们看看 搬完之后 我的家变成了什么糟糕的样子 好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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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 fuck is this oh my god 我在重申下 现在是凌晨2点 我的床还没有铺 我要在这么多箱子里面找到 我的枕头在哪 更可怕的是 我的手机已经没电停关机了 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我把我的手机充电器放在了哪里 家人们我一点都不生气 哈哈 哈哈 我一点都不生气 我好开心 哈哈哈哈 一点都不累 我一点都不累 如果这个视频给你们留下了一种就是我这个人特别懒什么都不愿做的印象 谢谢你们 那这个视频证明它还是有点有点作用的 我就是这样的人 哈哈哈哈 我人生最讨厌的事情 Top3里面至少有一个一定是留给铺床的 我知道有很多非常懂生活的大师说 诶你这样铺床的方式是不对的 i know i fucking know stop telling me stop judging me 为什么这个床单 我一个脚好不容易把它放得很好 我再弄另外一个脚垫 这个脚就会蹦出来 我去把这个脚弄进去 然后另外一个脚就蹦出来 然后就在这儿通常的打地鼠 你知道吗 也好说他不想要这个床垫了 因为他搬新家的床是个单人床 这是一个超大的床垫 所以他用不了了 所以我说哎 这个床垫我睡醒醒 结果我去了 这床垫也太大了 家人们 我躺了 找到了被 找到了枕头 找到了充电器 I'm going to sleep Bye See you next time Hey hi hello 家人们 现在已经两个礼拜之后了 现在这个是我的办公区 你可以看到我孙生的小架子 都已经架了非常的完美了 对不对 我来给你们看看 镜头另一边长怎么样 给你看这边是非常帅气的办公室背景 对吧 再往地上一看 这就是垃圾堆 这箱子到现在也没拆 这里面都是衣服 地狼机 再给你们看看我的卧室 到现在漆黑一片 哈哈 哇塞 真帅 你看看我的床 也没有收拾 我的珍贵的电脑硬盘 就放到了飘窗上面 也没管 再给你们看看厕所啊 家人们 再给你们看看厕所 哦 你们最喜欢的厕所 这东西根本就没收朋友们 我没有整理价 所以这些东西只能放在表面上面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了啊 除了我身后这一块看起来还可以以外 剩下的地方简直就是打霉 所以说一时半会儿这个room tour 应该是做不了了 如果各位家人们真的想看一次room tour的话 欢迎大力的一键三连 好吧 点赞过5000 好吧 我就马上把我的屋子收拾好 做一句room tour 各位多整点一键三连 给我点动力 好吧 做视频后老累的 好了 搬家vlog差不多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家人们能看到现在 如果你不是家人们的话 欢迎点个关注成为家人们 好吧 双击666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BYE 哇 再见 已经太远了 啊 有人出来了 上一次我不是跟雷蛇的朋友们说 就是我想把我的鼠标键盘换成无限的了吗 就是能不能再给我寄点什么 雷蛇的朋友们听见了 然后他们给我寄了个鼠标垫 哎 这很难平 但是听说这个鼠标垫1000块 这个1000块的鼠标垫 朋友们我这辈子就没有用过这么贵的东西 我们拆开看一眼好不好 哇哦 是玻璃的 我还真就从来没有用过玻璃的鼠标垫 啥面的我都体验过了 然后它背面是这样的一个胶皮的材质 是那种防滑垫材质 做工看起来像是贴上去的 虽然说这个东西是雾面的朋友们 但它真的很滑 这个鼠标垫我目前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它 比较容易坏 就假如说像我一样 那个电脑桌上面乱放东西了 这个东西会有各种的划痕 不会有划痕 你用好的假贴就不会有划痕 来到了不得了的地方 哇哦 日本双形奥特曼和假面骑士 我跟你们说个很恐怖的圣经 就是这俩我一个都没看过 我连火影我只看过一两集 海贼王我也一个都没看过 火影忍者 我可能只看过早期的前三十集吧 看的最多的动漫叫做柯南 然后除了柯南以外 我就没怎么看过了现在 哇哦 这是来到了不得了的地方 哇哦 这是官方做的还是啥呀 149块好便宜啊 149块这么一后本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干嘛的 他们这个专辑怎么都搞得像是那种杂志一样的 好厉害啊 哇哦终于碰见个我认识的了呢 太太太太了老师 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地儿 就是这里 贵贵 今天陪朋友来的哈 我是真的陪朋友来的 这个人当年还是冲到了 冲到了哪儿去看他们 冲到了鸣鼓屋去看人家的演唱会 爱追星的金鱼老师 哇398块 比韩国人贵 这个是他们的历史嘛 99年 对就是他们的演唱会 诶为什么这个2020年后面就没有活动了呢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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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不在办公室张哥搞这些 净是花的 哇哦 这么一口感心 开个担 这个是朋友寄给我的 没买哈 这个是朋友寄的 最近听说这个鼠标雷劲火 我朋友寄给我的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他这后面写了个Pro Max 哎呀看看 我找朋友借这个鼠标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要做个视频 但我说句实代话 能够到手里能感受到一分钱一分货的吗 我只碰见过有的人花了更多的钱 获得了更烂的产品 我从来没有碰见过有的人花了更少的钱 获得了更好的产品 实话实说嘛对吧 而且朋友们VGM这个名字啊 我就说了怎么这么耳熟 他在做这个鼠标跟外设之前啊 他是做MCN的呀 江湖上面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从努巴尼守望先锋到抽风的飞机工作室 我可听了太多关于这家公司的 好多传闻了 怎么说呢 这很难评歌夯如歌山 对吧 咱也不太懂 就祝你们成功吧 但是 我觉得这个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两个能够吃一下 笑死了 书的为什么会挺这样的 感觉每天拍视频都能见到一些新的东西 哎 哈哈哈哈 朋友们今天叫了一个美团的刨腿小哥 来帮我带练一下原神 小哥你带练今天日常刷完了吗 刷完了 我那个十年抽抽完了吗 你有你有你有有有有有有钱吗 就十年抽 怎么害人生攻击啊 这个美团小哥太不友好了 我要投诉你 投诉去吧 投诉去吧 哇我真爱特爱特美团 平安美团 哈哈哈 家人们这个是几天以后了 我用了这个鼠标用了几天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用这个鼠标的感受 第一点呢就是这个鼠标特别的容易断联 如果不接那个单独的接收器的话 它基本上是收不到型号的 但是同样的场景下我用的这个狗屁王就没有事 第二点啊就是这个东西的做工啊朋友们 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到 就是我手根本就没有使力气 这个里面这个塑料就动了 你们懂我意思吗 我前几天打游戏的时候稍微有点稍微我有一点红温 我就可能会使力气握鼠标嘛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就 他就进去了一点点 moment 只能说这个鼠标非常的符合我对这家公司 能做出来东西的一个幻想啊 但我说句实在话 这个鼠标200多块钱 反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品质 如果你预算有限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 但我说句实在话 我非常坚定的狗屁王党 我准备等第三代吧 今天的办公室正是嘈杂 我们来一起探究一下为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玩意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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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还有新歌 哎你得续费了小朋友 要续费吗 要交钱了 来来给你去 我想我们拍周密场的时候把这个带去吧 这就是在干嘛 哈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 拍一个真正的射牛挑战 干嘛 我把这个车推着 走到哪里电影叉就让他坐着呢 就让他坐着呢 哈哈哈哈这上我能坐下去吗 哈哈哈 干嘛 你把脚放 我屁股都塞进去 你来个垫子 你能坐进去 我能坐进去 你太肥了 这不是我 对你做一个 我肯定能坐呀 你坐 我坐过了我们都行啊 我屁股都很骄傲了 坐 你铁坐不进去 买人的我倒是不会管街 这个头子 哎你也坐不进去 你也坐不进去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啥呢 星期六晚 我们去散步吧 这个是 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本诗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带壳的母粒是大人的心脏 然后还买了一本这个漫画啊 就是这个漫画 是那种猎奇的 脑洞大开的那种漫画 我还蛮喜欢的 叫奇剧场 然后还买了一本书 叫做对白 这本书跟这个故事 是一个系列的书 我记得这个故事 我可能17年 就给你们推荐过这本书 我每次看这本书的时候 都是 哎收益良多 然后 我在2023年的今天 我才知道 它们是一系列的 它其实还有一本 是讲另外一个东西 叫什么故事对白 画面还是什么的 三本书 然后另外一本 还在录下 那为什么买这么多书呢 是因为我最近觉得 自己这个灵感有所匮乏 无论是写歌还是拍视频 所以准备多看点书啊 书中自有言无欲 我们下班了 直接进行一个狂选 今天来到了一个群士 那是大座 吃饭的地方 这家店 叫做毕福曼 跟毕福建没有关系 知道这家店的原因呢 是因为去年 去年有一位日本友人 来中国得了那个新冠状被隔离了 然后他的行动轨迹全是日料店 然后我们就挑他去的日料店吃 每家店都很好吃 然后这家毕福曼 是我们认为最好吃的地方 给你们康康菜单 这个他们家的招牌 牛肉 得好吃 珠峰牛排 388 就是价格有点上海 给你们康康这附近的环境 这是我今天的饭答子杨总 鼓掌鼓掌啪啪啪啪啪啪啪 大病厨远我们吃点牛 庆祝一下 这不是那个网红吗 这不是那个YouTube上那个网红吗 这个胖子 国事无双 有一种梦回小当家的感觉 这个是杨总点的牛肝刺身 蘸一下这个牛 我觉得我上辈子是新学会 我爱吃各种食人的摘血 好吃 真的有人爱吃牛肝刺什么朋友们 这个我尝过 就是味道难以描述 比三文鱼还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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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哇哦 这个是我们点的 100克的牛肉 这个雪花牛肉 1克 1克2块钱 给你们看看 哇哦 又软又嫩 巨像朋友们 然后这里是放了蒜片和黄油 蒜香黄油 这样 蘸一下 巨好吃 要再蘸别的吗 蘸一蘸 我不蘸了 我就是原质主义者 我就蘸他自带的 这个肉本身没有任何调味 但是巨像无比 好吃 这个是我在这家店上面的菜单上的最爱 汉堡肉 什么汉堡肉呢 就是汉堡上的肉 然后他把面包给你去掉了 里面还有芝士 有起司 这个贼香 而且是番茄味儿的 我平时来这呢 会点汉堡肉加意面 但今天没有点 原因 后面告诉你们 这个是葱爆牛蛇 巨香 哦 你们闻不到味道 真是亏大了朋友们 就是葱爆了之后 那个油很香的味道 跟肉的味道拼到了一起 就是这个东西的味道 哇 绝了朋友们 朋友们 你们猜这顿饭花了多少钱 我没骗你们吧 这家店的价格太上海了 上海倒不能再上海 还记得刚才我说 为什么我们没有点面了 是因为我们来到了这家 这家面店里面全是人 很好奇 所以主食都没吃过来尝尝 朋友们我们拍完队 然后这个是我点的面 就是 就是 什么厚的 什么豚骨鸡 鸡豚骨面 还是大家的招牌 就这个面看起来 油脂非常的重啊 朋友们 据说这家店是二郎系的面 二郎系的面 出了名就是这个汤头 油脂味特别香 我先尝尝这个汤怎么样 能尝到那个肥肉的鲜味 汤头都飘着油脂 对 它这个汤在上面都飘着油脂 我来尝尝这个面 我说你啥 你知道这个面让我想起的谁吗 伊兰我觉得就是这个味 这样的吗 我觉得伊兰跟这个面差不多味道 好朋友们 然后我们来尝一下叉烧 叉烧很香 这叉烧软的一匹 而且明天炖烂了这一箱 朋友们我要做一件特别日本人的事了 我很好奇 就是每次看孤独的美食家 他们吃完了拉面之后 就会把饭泡进去继续吃 日本特色 饺子配面 饺子配饭 拉面吃完了里面再泡饭再继续吃 我真的很好奇什么味道 朋友们尝尝 这汤巨鲜无比泡饭贼香 这汤巨鲜无比泡饭贼香 今天特斯拉直播间请到了LKS老师做客 怎么说 拉老师你对特斯拉有什么了解吗 很了解啊 了解哪部分 所有部分 我们这个五星安全白车身 请你深入的讲解一下 这个五星安全白车身啊 就自念意思 首先它是五星的 首先它是安全的 对的 然后白车身 白色的 那我如果要买两个黑的怎么办 嘶嘶嘶嘶嘶 老板不在家 一个人在他的办公室 偷吃麦当劳 偷吃麦当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家人们 新的一个礼拜 哈哈哈哈 这个礼拜老板要出差 我们都不用跟着去 然后之前答应你们 今天这期做读评论吧 所以今天的主题其实是 读评论 我看看你们都问啥了好吗 我看看你的评论情况 读到我这条剧情 一口飞机老师 这么刷了 你是不是故意把这个摆在这儿 给我看的 滚 有感到 滚 朋友们你们知道 真正的卖门的信徒 该做什么吗 那就是星期四 十美当劳 你的姿势是啥 真不熟 玉米杯 麦乐筋 French fries 双筋 无敌 麦当劳 沙雷 我看上期视频的弹幕 因为我放了一个 很久以前的视频素材 很多人发问号 我感觉你们好像不太懂 我这个节目的概念 随机记忆读取器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随机读取的记忆 记忆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东西 它就像是你忘在了房间角落的录像带一样 你们自己去想想 昨天你每一秒钟都做了什么 你们没有人会全部都记起来的 相反的 你会发现你的记忆都是一个片段 一个片段 一个片段 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的 你把你的这些记忆片段 整理归类 拼到一起 这就是你的人生 朋友们 这也是我做这个视频系列的核心逻辑 你在这里会看到 我昨天拍的东西 也有可能会看到我十年前拍的东西 没有道理 没有任何逻辑 通通分享给你 就像苏打绿写的歌词那样 是片刻组成的永恒 二 余丁密新专辑要卖了 好呗 虚余够 离太远没洗头 万圣节 我今天应该洗头的 这里好像是可以化妆的 大车可以太真实了 艺人馆 走而真实的 人好多 上一桌吃饭的人会把自己的照片 证件照扔在了自己的桌子上面 打写的真实 哇扎 三万九是吧 四万块 三百多块 好像还不错 回一个 来一个 这个 稍微再一点 再一点量 对 我直白地吃了一个 一点味没有 不是一点味没有 还是有点味 但是不够浓厉 散个剑吗 哇 哇 哇 每个星期的Vlog 还会坚持拍多久呀 朋友们 周更可能比较难 但是我会尽量 每个礼拜都更个 什么东西出来 但是我会向大家 保证就是每个月 只好会有一期视频 是Vlog 想问问 剪视频的时候 如果发现素材不太够 但又没有时间 重新拍怎么处理 我一般就会 根据拍好的素材 重新去编辑 因为任何一个视频的 终点是向观众 去表达你想说的 一个东西 那表达一件事情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的 可能因为 无论什么原因 你拍的时候 素材少了 不代表你在后期 剪的时候 就一定要按照 你拍手的思路去剪 你可以 根据现有的素材 重新去想 如何把这个东西弄出来 2020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以及2024年的一些规划 去年印象最深的事情 应该是生病 扁刀皮发炎 导致的发烧 然后去看病的时候 因为莫名其妙 低血糖 朋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晕过去了 然后被医生送进了 起诊室堂了一晚上 然后就是23年的规划 我希望